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超级材料革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光影影者,隐形斗篷不再是梦 二海洋征服者,超强防腐蚀材料 三电池训命师,超级电容器新突破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光影影者,隐形斗篷不再是梦 各位同好 好,今日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古老梦想的现代实现,隐形斗篷 自哈利·波特手持那件神奇的隐形斗篷潜入霍格华兹的禁书区域以来 无数人梦寐以求能拥有这样一件神奇的装备 然而,直到最近,这还只是科幻小说和奇幻文学中的情节 但是,科学家们从不停止对梦想的追求 他们像是现代的魔法师用光学、材料科学和电子学作为魔障 将这一幻想逐步变为现实 这位光影影者,也就是隐形斗篷,是如何从科幻走向科室的呢? 让我们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所谓的隐形技术 这项技术基于一个称谓变形光学的原理 它能够引导光线绕过物体,就像水流绕过石头一样 这样,从物体后方看过去,就像什么都没有一样 物体就此隐形了 科学家们研发了一种称谓超材料的东西 这种材料的折射率可以是复值,这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 这些超材料可以精确地控制光线的传播路径 从而达到隐形的效果 当然,这还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学计算和精密的制造工艺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真的拥有了隐形斗篷 世界将会变得多么有趣 你可以隐形地参加会议 而不必担心被叫起来回答尴尬的问题 或者在家人开始讨论谁该洗碗时 悄悄地消失,避免了一场家庭小战争 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 隐形技术在军事和隐私领域的应用 将会带来严肃的伦理和安全问题 不过,目前隐形斗篷还处于实验阶段 并且存在诸多限制 比如只能在特定的光谱范围内工作 或者对物体的大小和形状有限制 所以,如果你正在计划用隐形斗篷 偷偷溜进电影院 那么你可能还得等上一段时间 总之,光影影者的故事告诉我们 科学是一个将梦想转化未现实的过程 随着技术的进步 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 隐形斗篷真的会成为 我们衣橱中的一件常规服装 不过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我们还是得老老实实地使用窗帘和遮阳板 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洋征服者超强防腐蚀材料 各位海洋冒险爱好者 船只设计师 以及对腐蚀说布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那些 让海洋征服者们兴奋不已的 超强防腐蚀材料 这些材料就像是海上勇士的盔甲 保护他们的船只 不受海水的侵蚀 就像是给船只 穿上了一件不沉的铠甲 首先我们得承认 海水是个相当有挑战性的环境 它不仅含盐 还有时候心情不好 会变得相当腐蚀性 它就像是那个 在派对上总是找茬的人 不停地试图破坏你的好心情 但是感谢现代科学 我们现在有了一些 相当了不起的材料 来对抗这个派对破坏者 这些超强防腐蚀材料 有的是通过高科技合金制成 比如说不锈钢 它们通过在金属中加入个 镍等元素来提高抵抗力 这就像是给金属吃了一些维他命 让它们变得更加强壮 能够在海水的清洗下 挺直腰板 还有一些材料 是通过特殊的涂层 来实现防腐蚀的 比如说使用还氧树枝 或者聚氨值涂层 这些涂层就像是给船只 穿上了一件防水夹克 即使在狂风暴雨中 也能保持干燥 更有甚者 科学家们还研发了一些 超级复杂的纳米涂层 这些涂层在微观层面上工作 就像是给船只的 表面涂上了一层隐形的防护罩 这些纳米粒子 就像是微观世界中的人者 悄无声息地保护着 金属不受腐蚀的伤害 当然 这些超强防腐蚀材料 并不便宜 它们就像是海上的奢侈品 但对于那些 想要征服海洋的人来说 这是一项值得投资的保险 毕竟 没有人想要在半路上 因为船只生锈 而被迫放弃航行 对吧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艘闪闪发光 驶向远方的船只时 不妨想一想 可能正是这些超强防腐蚀材料 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 让这些海洋征服者 能够勇敢地 迎接每一个挑战 而我们 就在岸上为他们的智慧 和勇气鼓掌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电池训令师 超级电容器新突破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 是那些 让我们的手机 笔记本电脑 甚至是电动汽车 在不断哀嚎我快没电了 是能够来个 电力复苏的神器存在 超级电容器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电池的悲惨生涯 电池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 自从被发明以来 就被不断地榨取电能 直到它的化学物质耗尽 只能黯然退场 而我们 作为电池的主人 每次都得不断地更换它们 就像是 在给一个永不停歇的机器 不断加油 但是 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大 电池的寿命和容量 似乎总是跟不上我们的步伐 然而 在这个电力饥渴的时代 超级电容器 就像是一位神器的电池寿命师 它们拥有 快速充放电的超能力 虽然它们存储的电量 可能不及电池 但它们的充电速度快得惊人 而且 寿命长的 可以让电池羞愧地 找个洞钻进去 最近 科学家们又有了新的突破 它们发现了一种新材料 或者新技术 让超级电容器的性能 得到了大幅提升 这就好比是给超级电容器 装上了一个涡轮增压器 让它们不仅能够快速充电 还能存储更多的电能 这简直是在电力世界里 掀起了一场革命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电动汽车 装上了这种新型超级电容器 那么在红绿灯前 焦急等待的几分钟内 你的爱车就能充满电 然后以非一般的速度 继续在城市中穿梭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需要在充电站里 度过漫长的等待 当然 超级电容器 还有很多潜力 等待我们去挖掘 它们可能会改变 我们储存能源的方式 让太阳能和风能 这些间歇性的能源 变得更加实用 因为超级电容器 可以在短时间内 存储大量能量 然后在需要的时候 迅速释放 总之 超级电容器的新突破 就像是给我们的电力世界 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未来的路上 我们可能会看到 更多的设备和交通工具 不再因为电量不足 而频频求救 而是能够更加自信地 在电力的海洋中遨游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科技的进步 永远不会停止 而我们的生活 也将因此变得更加精彩 所以 让我们拭目以待 超级电容器 将如何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 扮演超级英雄的角色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三个令人兴奋的科学突破 光影影者的隐形斗篷 海洋征服者的超强防腐式材料 以及电池训令师的超级电容器 这些科技的出现 无疑将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巨大的变革和便利 我们先从光影影者说起 隐形斗篷的出现 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虽然目前还只是在实验阶段 并存在着限制 但我们仍然可以幻想一下 这样的技术 将为我们带来 怎样的乐趣和便利 不过 在我们得到真正的隐形斗篷之前 我们还是得靠窗帘和遮阳板 来保护隐私 接下来是海洋征服者的超强防腐式材料 这些材料的出现 让船只的设计师和海洋冒险爱好者们 感到兴奋不已 这些材料能够抵抗海水的侵蚀 让船只能够在海上自由穿梭 不必担心生锈问题 当然 这些超强防腐式材料的价格不菲 但对于那些想要征服海洋的人来说 这绝对是值得投资的 最后是电池训令师的超级电容器 虽然超级电容器的储存能量 可能不及电池 但它们的充放电速度快得惊人 并且使用寿命长 这些新型超级电容器的突破 意味着我们的设备和交通工具 将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能源 不再担心电池不够用的问题 这绝对是在现代社会中 一个重要的突破 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这些科学突破的出现 给我们展示了科技的魔力和无限可能性 随着技术的进步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类似的突破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和有趣 现在我想问问你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科学突破 有什么样的期待和疑问吗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提问 让我们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